撒姆尔记下第八第九章 在这两章里面我们要来思考的是 你有照神的慈爱来带人吗 神以祂的慈爱来带你 你是否也乐意照样的来带人呢 其实我们的信仰就是 你如何从神领受 你也乐意照样的传递下去 你从神所领受的慈爱 也乐意的传给其他的人 这就是神所愿纳的 也是神所期待的 我们在这地方看到大卫是我们的好榜样 今天就从这两章里面来看 大卫是如何以神的慈爱来带人呢 首先在第八章里面讲到 大卫在一统了以色列国之后呢 他接下来跟神立约 神跟他立约就要建造他的家世 而且呢让他的后代永远坐在国位上面 在跟神立约之后 大卫的人生如何呢 我们就看到在第八章里面 大卫就制服了列国 胜过了一切的仇敌 神的恩仇 神的大能跟保守 四面环绕大卫 在他所行的都十分的横童了 我们看到他们最大的宿敌是谁呢 当然就是非力士人 所以呢 大卫就攻打非力士人 把他们制服 并且从他们手下夺取了金城的权柄 所以就把非力士人完全的打趴了 接下来呢 又攻打摩亚人 摩亚人只要是身高 是超过两绳的 就是绳子的这个两倍的 就把他给杀了 然后就留下只有一个绳子这么高的 然后摩亚人呢 就归附了大卫给他进贡 然后再来就是索巴 索巴呢 也是一样 被这个大卫所攻克了 然后再来是亚兰人 也归附了大卫给他进贡 所以呢 在第六节里面特别讲到说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是他得胜 这个是在第七章里面 神给大卫的一个应许 就是马上在第八章就实践了 他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是他得胜 我也照样的祝福你 让你无论往哪里去 神都使你得胜 因为呢 耶稣与你同在 然后呢 接下来 就是哈马 哈马呢 也是被大卫所攻克 然后呢 再来就是以东 所以呢 又再次的看到说 第十四节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这句话就出现了两次 接下来十五节里面讲到说 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又向众民秉行公义呀 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这些执政掌权政府呢 就是要秉行公义呀 要在社会当中呢 要施行公义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看到 大卫他的众子呢 都做领袖 那现在大卫就到了一个 三十几岁 就是做王 然后呢 公无不克 那他这个整个的朝政 都上了轨道 所以我们看到 他终于熬过了旷野 十几年的这些苦难呢 但是呢 如果他没有这个旷野 十多年的这个熬炼呢 后来就没有四十年的 昌盛跟得胜了 所以我们或许在旷野之中 但是我们有盼望 神必带领我们 能够出离旷野 给我们一条出路 并且让我们日后 就能够昌盛 也能够完全的得胜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 在第九章 那第九章里面呢 就讲到大卫跟米菲波舍之间的故事 那大卫呢 就问到说啊 扫罗家里面 还有没有剩下的人呢 没有想到大卫在 许多的征战呢 还有自己非常顺利的时候 心里面呢 还是念之在之啊 放不下 这个扫罗家的人呢 可见得他跟 不管是扫罗 或者是跟约拿丹 所立的这些约呢 他其实一直放在心上 虽然扫罗是他的敌人 曾经要 十几年的时间要追上他 但是大卫 却是完全的不记仇 那也没有要报复他的子孙 反而是要来帮助他的子孙 这样的心态实在是非常的难得 然后呢 扫罗的一个家仆 叫做喜巴 来见大卫 那这个 大卫就说 扫罗家里面还有没有人呢 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 所以这句话呢 实在是值得我们去思想 值得我们去玩味的 他说 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他为什么没有直接就讲说 我要用慈爱恩待他 他是说照神的慈爱呢 也就是第一个 他是要照神的心意来去恩待人 第二个呢 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因为 他自己呢 常常感恩神用慈爱待他 所以呢 他也要用照样神的这个慈爱 来去恩待扫罗的这个后代 恩待他敌人的后代 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 这就是大卫的一个特质 他的一个个性 像他去这个征战 有很多的卤物回来呢 他就要去跟那些 这个顾兵器的人来分享 也跟犹大的这些长老 送礼物给他们 所以他始终呢 都是非常乐意 慷慨的与人分享 他是一个真的懂得神的慈爱的人 他不仅领受的神的慈爱 而且呢 也照样的用神的慈爱 来去恩待人 果然呢 这个喜巴这个仆人呢 就对大卫说 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 是瘸腿的 那大卫就把他找了来 然后呢 这个约拿丹的儿子 米菲波社 他是 就来到大卫的面前 福地来溃办 大卫就说 米菲波社啊 米菲波社说 仆人在此 大卫就安慰他说 你不要惧怕 我必因你父亲 约拿丹的缘故 施恩于你 将你祖父扫罗的一些田地 都归还给你啊 哇 这是不得了的呀 他本来就是应该要 被赶尽杀绝的 没有想到呢 居然又恢复了 这个王室的 这样的一个财产 跟尊贵啊 然后呢 也让米菲波社 能够跟大卫一同的 同席吃饭啊 在带他好像是 自己的儿子一样啊 所以真的是 以神的慈爱来带人啊 通常我们 常常用自己的恩恩怨怨 自己的感觉 自己的论断 自己的利害关系 来去带人 但是呢 我们看到大卫 他超越了 所有的这些 不是以自己的 这个为出发点来带人 乃是以神的慈爱 来去恩待人啊 这个 这是让人 非常的难以想象的 难怪米菲波社就跪拜 跪拜说啊 我算什么呢 不过像死狗一样啊 进蒙王 这样的眷顾啊 真的 能够活下来就不错了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恩待 所以呢 我们这里看到 这个 大卫 真的是一个 懂得神的慈爱的人 也懂得用神的心意 来去带人 愿主帮助我们 充满神的慈爱 也照样用神的慈爱 来带人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